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 廉价的期间 他想见你吗? 以及对你的感觉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台面上总共有 三个选项 由左至有 一 二 三 选好了吗? 我们就开始啰 接下来我们看到选到最左边 第一组排组的朋友 那么再选到这一组 神语卡所想要给予你们 是什么样的讯息呢? 这边从神语卡所抽到的讯息中 可以看得到说 世上神语卡想要告诉你们 目前的话 你们是已经来到了 你们最丰盛 或者是说 你们是最旺盛的这个时期 也就是说 其实在你现在的这个周期 或说你这个灵魂的这个波动的话 目前的你是能够容易的心想事成 又或者是说 可能在你前阵子之前 你所剥下的种子 那现在的话 它已经开花结果 你是已经可以得到收成的这个时候了 所以因此 当你现在 如果说你想要去做什么 或者说你希望 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成果的话 你一定要趁现在 趁这个时候 利用你的这个幸运 利用这个宇宙 所带给予你的这个 最美好的这个时刻 然后去完成 或者去想办法 做到你想要做的 但是你千万也不要忘记 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个好运 那你虽然会心想事成 但是呢 也不要忘记要谦卑 并且呢 要感谢过去的你 所带给予你的更多的帮助 因为过去的你 他想要 他选择坚持下去 所以现在的你的话 才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一个成果 所以宇宙是想要告诉你们说 事实上在你们目前 虽然呢 有更好的方式 或者说可能有更好的 这个结果 但是你们千万记得 也要因罪失源 也要莫忘初衷 好 那这话就是神与卡 所想给予你们的这个讯息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到说 在验证牌的地方 你目前在对于他的想法 那我们先来看到说 就是你目前对于他的想法的话 也就是说 其实你现在会觉得说 这个人 他应该是 蛮会去照顾到你的心情 又或者说 其实你们现在之间相处的话 会让你觉得说 这个人好像是值得 可以去相信 或者是说去信赖的 这样一个对象 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目前你们的 这段关系之中 有可能 现在是属于在相处 蛮不错的一个时期 但是呢 也可以看出来说 目前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对方他 似乎只有在表面上 对于你们有这方面 比如说在关心啊 或者说 在情绪上的照顾 但是实际上 在相处 或者是说 在名分上面的话 还是出现一个 比较不明朗的情况 那如果说是 稳定交往中的人 就比较多 有可能是因为 目前 你们相处的时间 或者是说 对方所回应的讯息 跟以往来比的话 他现在是已经少很多 但是目前 你还是会觉得 他至少 现在这样的付出 或是这样的表现 还是在你可以接受 这个范围之内 那如果说是 单恋 或者说 暧昧中的朋友的话 就是说 你们目前在 对于对方 所给你们的回应啊 或者说 可能在跟他相处的 这段期间 你会觉得 其实 他好像有一点 会不太想理你 或者说 可能他会有一点 比较难去 就是你比较难去 掌控得到 他现在在做什么 或者说 比较难去 可以知道 他现在究竟 对于你们的 这段关系 什么样的想法 但是你还是可以 能够感觉到说 其实对方是 蛮照顾的你 或者是说 他是把你看得蛮重要 所以其实你在 对说这段关系的话 或说在对于他 你唯一可以挑剔的地方 就是 你没有办法得到 他的承诺 或说没有办法 得到他在对说 这段关系的答案 但是实际上 你还是能够感受得到 他是很在乎你的 好那这篇话 如果说验证牌 有符合到 或说让你有所共鸣的话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那么接下来 我们继续往下看 就是说 那这段廉价期间的话 他想要见你吗 那这话 其实从牌面上 可以看出来说 对方他确实是 还蛮想要见你们的 不过虽然 他想要见你们的话 他在对说 你们目前的 这个状态的话 其实他会觉得 是一个束手无策 或者是说 可能比较没有办法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也就是说 其实虽然你们 目前的这段关系的话 是没有办法 有所 就是更多的联系 或者是说 没有更多的连结 但他还是会希望说 可以透过跟你 每一次的交谈 或者是说 透过跟你 文字上讯息的来往 是能够让你感受得到说 其实他是很在乎你 或者是说 他现在也是很认真的 或者是说 很享受他目前的 这个生活 就是虽然他现在在 应该说他处于在一个 另外一个的地方 跟你是两个 相隔两地的话 其实上他也是 还蛮常会去挂念你们 或说还蛮常会去 相亲你们的这段关系 或说会相亲你们 之前的相处的一个情况 只是在目前现在 这个是没办法 掌控的这段期间 或说 现在目前没办法 见面的这个时期的话 对他而言也是一个 无可奈何 或者说其实也是 没有办法的这情形 所以其实在对说 这段关系的进展 或者是说发展 或者是努力的话 他会觉得 其实这是很有限 那不如 如果说真的很有限的话 两人之间 不妨就是好好的活在 或者是说好好的 在自己目前的 所在的环境之中 就是也不要太过于去 把彼此绑在身边 或说太过于去紧张 这段关系 然后同时他也会认为说 就是在这段期间 因为比较没有办法见面 或说可能比较没有办法 去经营这段关系 那么不妨就是 也没有说一定要 一直传讯息 或者是说 要用这种讯息的方式 来去绑架彼此 就是他会比较希望说 这段期间 算没办法见面的话 那么就是先让两人之间 暂时保持一点距离 也是可以让感情 有更多的甜蜜 那其实这个人 他也是在等待着 一个比较好时机 或者说等待 这个廉价结束之后 他就是可以再一次的 见到你 或者说他就可以再一次的 去经营你们的这段关系 那实际上他在这段期间的话 他有重新去思考 你们这段关系 未来的发展 或者说可能未来的一个走向 那只是在目前的话 因为是比较没有办法 和你们面对面的相处 或者说没有办法那种 面对面的来往 所以那不妨他就是会 除了经营他 好好的去经营他目前的生活之外呢 那他其实也会想要办法去提升他自己 所以其他这段期间 他应该是有做 去让他觉得是有意义的事情 比如说像是读书 或说可能是看电影 所以他可能在透过 他去享受的这段期间 他可能有不一样的人生的启发 所以其实会不妨说 等到你们廉价结束之后 有再次见面的话 你就可以多问一下说 他在这段期间他做了什么 或说他有什么样的感受 并且呢你们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说 他的一个外在的魅力 或说他所散发出来的气质 有没有跟以往比较不一样 你们应该会发现到说 这个人他在廉价这段期间 他是有稍微提升他的灵性的特质 或是说 是有增加他的一些的学识的涵养的部分 那接下来看到说 那在廉价这段期间的话 他对你一个感情的变化是怎么样 那这句话其实从排面上看出来说 其实他在廉价这段期间 这个最大的变化 应该是他特别想要见到你吧 或者说其实他在对于说 你们这段关系 或说在对于你的话 他是有蛮多的渴望 所以就是说 有可能在你们这段廉价结束之后 如果说你们是稳定交往中 并且你们其实在平常都会有 去解决彼此的生理的需求的话 那么其实在廉价结束之后 他可能就会想要跟你一起去解决彼此的生理的需求 那如果说是属于在 高度暧昧的人的话 那其实对方他在这段期间 他确实在透过想你的时候 他会有一点没有那么的安全感 或者说他其实会有一些 挫败的感觉 那其实在廉价这段期间 他的变化的话 其实他从这种挫败感觉 或者说可能没有安全感的话 慢慢的去转变成是说 他会想要再次去把握你们的这段关系 或说想要再去多更加的了解你 或说想要去更加的见到你 所以其实在现在的 他的这个状况的话 他会变成是说 当你们有机会见到的话 他会想要再去多跟你聊天 或说想要再去跟你继续发展这段关系 或者说想要去和你一起讨论说 之后这段关系这个发展的状况 或者说之后的这个方向是如何 那如果说是属于单恋中的人的话 那你们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说有可能对方在之后 会跟你们有一些在生理上的那种需求 就是会希望说 看你能不能帮助他一起 那如果说不是的话 你们确定说 你们可能不会有发展在身体上的互动的话 那么表示说 其实对方他接下来 他会希望说跟你们会有比较常见面的机会 或者说会希望说跟你们之间有个更多互动 那这更多互动的话 会希望说是那种 心灵上的交流 或者说心灵上的沟通 或者说可能是在身体上 这种身体是指说实际上面对面 然后两个一起出去玩的这种的互动 就是实际上互动的方式 就是说其实他在原本这段关系的话 或者说对你的感觉 其实他原本是觉得好像没有特别想跟你讲什么 他可能也没有话题想跟你聊 他虽然想要跟你聊天 或说想要跟你有更多互动 但他其实会觉得说 没有那么多话题可以跟你讲 或说他也不知道跟你聊什么 所以其实他会是 有一点没有安全感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跟状况 所以之后他在重新见到你的时候 他会想要去卸下他的心房 或说卸下他的防备 想要跟你有一个来多更多的互动 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 那这边的话如果说以上的解说 让你们是有所共鸣 或说对你们有帮助的话 请记得按赞 留言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如果说需要预约各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左上方 有洋洋的联系方式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接下来我们看到说 选到第二组中间排入的朋友 那我们来看到就是在神语卡 说想要给予选到第二组中间的人 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呢 那这边神语卡想要告诉你们说 当我们接受自己所处的位置 承认需要改变 才能够成长 并开始更彻底的爱自己时 我们生活的方向就开始改变了 我们常常决定要为自己 走一条更真实的道路 我们的欲望与我们的真实 自我的需要 欲望和价值变观 将变得更加的一致 想象一下 我们迷失在一片黑暗的森林里 几乎看不见 那里没有可见的道路 每一条道路 看起来都一模一样 我们感到背负着阴影的重担 甚至不确定我们是否 应该行动 因为我们被恐惧和不确定性 受麻痹 然后阳光不知何故 冲破云尘和夜观之中 前方有一条道路 被金光照亮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应该走的方向 这条路不仅是可见的 而且它邀请我们向前走 因此我们不能只是站在那里 而是迫不及待的 踏上前 踏上向前走 路是光明的 现在是时候走了 好 那这的话就是在神语卡 所向给予你们的讯息 那接下来看到说 在验证牌的地方 你们目前在对于他的想法 那这边我们可以从验证牌 看得到说 目前事实上你们在对于说 这段关系 或是在对于他的想法的话 你已经没办法再像以前一样 就是用你的自我的认知 或者是说用你的感觉 或者是随意的 能用方式和他相处 因为其实现在你的话 在对于他 你会觉得他会有点难以去摸 去猜测 或说你可能没办法去摸透说 他的个性 或说他的现在想法是什么 所以实际上 目前的你的话 在对于他 你会希望说 你要重新调整你的脚步 或者是说 你会觉得跟正相处 可能需要花更多时间 差办法走入到他的内心之中 并且呢 有时候他可能会让人觉得 比较难以去接近 或者说比较难去靠近 并且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 你会觉得 其实他在对待你的方式的话 其实你也没有到说 没有办法接受 只是你会觉得他这个人 比较不容易去接近 甚至他会比较过度保护你们自己 有时候他会 故意的对你们可能会有一些 情绪上的勒索 也就是说他会希望说 你们可以为他怎么做 然后他又不会去为你们做什么 甚至如果说你们可能没有办法 达到他心目中的需求的话 那么实际上他可能就会展现出一种 好像很失望 或者是说好像会有点生气的这个情形 所以目前你在对于他 你会觉得其实这个人他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恶意 并且他应该是一个 可以去长期发展 或者说长期相处的人 并且会觉得说在这人身边 你会觉得蛮有安全感 或者说是可以被他给照顾 只是他的脾气 或者说可能他的行为上面 有时候会让你觉得无法理解 或是会 偶尔会觉得有点不舒服的情况 好 那这句话如果说验证牌 符合到你目前在对于他的想法的话 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那么接下来往下看就说 在廉价的这段期间 他会想要见你吗 那这样的话其实在排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实际上有可能在他目前的生活 或说可能在廉价结束之后 他应该会有一些在排山倒海的压力 甚至有可能是说 他在廉价这段期间的话 也有发生了什么 让他觉得比较难以去面对 或者是说比较没办法去承受的 这个压力的情况 因为其实在排面上的话 杨阳会觉得说其实这个人 他在廉价的这段期间比较漫长时期 他可能有遇到一些的困难 或说他的原生家庭有遇到了 让他觉得比较难去接受事情 比如说是在言语上的压力 或者说可能有突如其来的工作 或说可能家人是有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让他其实在廉价这段期间的话 他其实心中会有蛮多的不安 或者是说会有蛮多的恐惧 或者是会有蛮多那种疲累的感觉 那如果说你很确定说 在廉价这段期间 他家里或说他本身状况 真的都没有发生的话 就比较说他可能跟你相处的这段期间 应该说文字啦 或说可能你有发一些文章啊 或说有po一些什么东西 他会觉得会有点没有备受尊重 或者说可能会有一点 没有办法去理解你到底为什么要发这种文 然后来去指责他 或说可能来去 就是有点说暗指他说是怎么样子 那如果说你是用明明白白的说出他怎么样的话 他其实会有点不太舒服 所以大概会有这几种情况 你们大概可以去看一下说你们是属于哪一种 所以其实导致于说他在廉价这段期间的话 与其说他想要见到你 倒不如说他心中是有满满的压力 然后是会觉得心里面的话 会有一些的不舒服的情况 所以其实他在廉价期间的话 他比较没有去想起你们这个的事情 或说他其实会心中有一点的不好的感受 所以这个人他事实上还需要花一点的时间 去消化他心中现在目前的比较不好的这种的情况 或者是说他像现在他准备要去面对 他目前所要必须去处理的事情 所以其实在排面上的话 杨晗会觉得这个人他心里面是觉得 心中比较混乱一点 或说可能感受上面并没有到那么的好 他会比较希望说他自己一个人独处 或是说他自己一个人去面对 他想去做的那些的事情 或说他可能必须要去解决的这个状况 所以他在廉价这段期间的话 他的心情上面是属于比较浮躁的 或说可能是属于比较浮动的 会让人觉得说他比较备受人需要怜悯 或说可能他心中压力真的很大 会觉得有点不知所措的情况 可能会需要有人来给他一些的帮助 那现在他的话会比较是着重在说 他必须要先首当其中 可能要按照轻重缓急去处理 他必须要去面对的事情 那接下来往下看就说 在廉价这段期间 他所对于说你的感情的这个变化 那这边的话我们很特别的话 我们又抽到了就是很多的权杖的部分 因为我们上面有抽到一张权杖9嘛 那下面就抽到了权杖10的正位 还有就是权杖8的正位 所以表示说其实在廉价这段期间的话 他在对于你们的感情的变化比较多 可能是心情上面那个浮动 也就是说他会觉得面对于你的话 他有一些的压力 或者说他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去相处 那实际上的话 他现在有蛮多的话想要对你们说 然后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说 刚刚你就是在 你对于说他的想法的话 你其实有抽到一张皇帝牌的正位 那刚好这段期间 他在廉价期间他对你的想法的话 那种应该说感情的变化 我们同时也抽到皇帝牌的正位 所以表示说 其实你在对于廉价这段期间 你可能没办法碰到他 但是你在对于他的想法 或说那个直觉上的感受的话 其实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们两个之间的灵魂 是有那种同步的方式在更新 或是你在廉价期间 你对于他有什么样的感觉的话 其实也是等同于说 他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子 他觉得在廉价期结束之后 如果说他要面对你的话 他会有一点压力 或者是说他会不知道说 该怎么去拿捏好 他该怎么样的方式跟你相处 但是我们最左边 又抽到了圣杯六的正位 所以其实表示说 其实对方他在之后 面对于你的话 他可能会想给你一些礼物啊 或者说可能想要多照顾你们 但这边就跟养前面讲的 会有一点矛盾的点 那这边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表示说 他表面上虽然会希望 跟你们是比较和平共处 或说会让你们感觉到说 你是有被照顾的 但实际上在他的内心之中 他觉得非常的有压力 甚至他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 但是这边另外一个层面来看的话 也是有可能因为 他会觉得说 目前他的生活状况 可能有些变动 他也希望说可以跟你讨论 可以让你去认同他 或者是说你可以去帮助他 更多的讯息 杨阳会觉得说 其实这个人他可能会透过 暗示的方式来和你 就是和你发出求救的讯号 就是说你可能要去多明白 或说多去理解一下说 就是去关心他 究竟他在廉价期间 他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或说可能在对于说 你们这段关系的话 他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说他可能有没有做出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情 就是你必须要去多主动的关心 或说多主动去理解 然后并且呢 这个人他在之后的话 应该有帮你们安排一些 就是主动见面的机会 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 出去玩的可能性的 这些计划安排 那不妨我们可能要去 稍微留意一下说 他的个性上 或者说可能在对待 你们的态度上面的话 这是有些转变 或者说是不是有些的不一样 所以就是会让你们 就是说你们也不要太过于去高兴说 他对你们特别的好 因为有时候 这边另外这种讯息 就是那种比较 那个负面的讯息 就是说 就是说有可能 他有做出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 弥补的心态 这种的状况 可能会偏比较少 那也希望大家不要胡思乱想 其实你们可能就是 比较容易的判断方式 就是说 等到你们再次见到他 或是跟他相处的时候 你们要开始去 发掘或说可能要开始去观察说 他在原本 跟你们相处的模式 或说对待你们的方式 跟现在的话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说有不一样地方的话 你们一定要多去留意说 是哪些地方不一样 他是变得特别的有耐心 或说他变得特别的暴躁 所以你们要稍微考虑一下 就是也不要太开心这样子 好 那这的话呢 就以上选到这组牌子的讯息 希望对面有所帮助 如果说对面有帮助 或说让你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按赞 留言 分享 订阅 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说需要预约 个人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左上方 有洋洋的联系方式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说 选到最右边 第三组牌组的朋友 那我们来看到就是在 神域卡的地方 说想给予第三组 牌组的朋友 你们是什么样的讯息呢 那我们看到就是 他的讯息想要告诉你们说 除了信任 我们可以用更高的力量 在精神上发展 自信是所有其他 信任的基础 自信是我们可以信赖的保障 我们的决定是有效的 我们自己很重要 了解自己 与信任自己 相互结合 可以对生活的各种的方面 做出更好 更明智的决定 包括职业和人际关系 我们的祖先 把春天看作是一个新的开始 他们会在沼泽地 和平原上散步 寻找心下的软 鸡蛋不仅仅是 生育能力和新希望的象征 它还意味着寒冷最严重的时期结束了 新的生命真的来到了这里 但月是一个欢庆和欢乐的时刻 那么先来看到说 就是在验证牌地方 你目前在对于说 他的想法 那边从验证牌 可以看到说 现场可能你目前说 在对于他的想法的话 我们这边唯一抽到一张的正位牌 就是权杖石的正位 所以这边似乎有可能 你们在面对说 这个人的话 是不是就你们现在心中 可能有比较多的负面的情绪 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的压力 就是可能比较不知道 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人 那这边话抽到的两张 其他两张都是圣杯牌的逆位 所以不知道说 有的人是不是在廉价段期间 有对他告白 或者说可能有对他说出了一些 是会让你们这种关系 变得比较紧张 或者是说会变得比较紧绷的 一个话 或者是说一些的做法 所以可能会导致于说 让你目前现在对于说 他的想法的话 你会变得比较不知道 该怎么去面对他 或者说可能会变得比较尴尬一些 那甚至有的人可能是 如果说是稳定交往中的人的话 就是刚刚提到说 有可能你是有 做出出轨事情啦 或者说可能有对他说出一些 可能比较伤到他心中的话 或者说是伤到他的自尊 所以你现在目前的话 可能就会导致于说 会比较紧张一点 说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 或者说 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去 面对说这段关系 那如果说是可能高度暧昧的人的话 看是不是 就是因为 你在廉价期间可能有对他告白 或者说有对他说出一些 比较暧昧的话 然后他可能在回应你的时候 就是会让你觉得比较受伤 或者说你会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喜欢你 所以你会觉得这段关系 可能是不是就会这样结束 那你就会有点不知所措的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人 那如果说是属于单纯单恋的人的话 就是说有可能在对待对待他的时候 可能有做出了一些 让他觉得比较不舒服的事情 或者是说 真的是 可能有知道他的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你可能对他讲出一些什么样的话 或说什么样的建议 然后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好像并不是他心中所想要的那个答案 或者是说他给予你的回应 会让你觉得也是很受伤 然后你就会觉得 你这样子被他给否定了 你可能心中也有一些的压力 就是会变成说有点尴尬 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这个人 所以目前你现在对于说他的想法的话 就是比较偏向于说是比较负面的 或者是说会有一点不想见到他 就是你现在心情上面是很矛盾的 你既想要看到他 但是你又不想去面对他 因为你会比较尴尬 或是说不知所措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人 或说面对于说 你们在廉假期间 可能遇到什么样的摩擦的这个情况 好 那这的话呢 就是选到在主牌主朋友 你们验证牌讯息 那如果说符合 或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 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我们往下看就说 那在廉假期间 他会想要见你们吗 那这边从牌面上可以看出来说 事实上这个人 他可能在廉假这段期间的话 或许 你们可能在 就是跟这个人相处 可能是真的有一些的摩擦 那如果说真的没有摩擦的话 就表示 其实这个人 他在对待你们的这段关系的话 他本身就是没有太多的上心 或者是说 他本来就没有把太多的注意力 放在你们身上 所以其实会导致于说 让他在廉假这段期间的话 他其实在对于你们的思念 或说在对待你们这个人的话 他比较多是放在一个 偏向是朋友的角度 但如果说你们是属于 稳定交往中关系的人的话 这时候我们可能就要留意说 在感情之中的话 你们是不是有点太过于 就是 遵从一直来的形式 就是没有太多的火花 就是会让这个人 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 或说再对于说你这个人的话 他逐渐会有点失去了新鲜感 或说可能就没有那么的 想要去把握这段关系 所以这个人他在对于说 你们这个状态的话 或说你们这个人 他并没有特别想去见到你们 但是呢 因为我们这边有收到 唯一一张的正位牌 就是我们这个圣杯国王 所以表示说 其实这个人他在对待你们的话 他会觉得说 比较多是他要去符合到你们的期待 或者是说他会希望让你们去感受到 他是在乎你们的 或者说他可能是在意你们的 但这个在乎在意的话 并不是说他有多爱你 或说有多喜欢你 比较多是他会觉得 这就是他应该要做的 或者是说他会觉得 他不能去让你失望 然后也有更多的讯息是说 有可能这个人 他本身是比较博爱的几率 也会比较多 所以如果说特别是属于那种单恋 或是暧昧中的人的话 你们可能就要去留意说 对方到底有没有喜欢你们这件事情 因为比较多是看起来 对方他把你当成是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朋友 或者说蛮重要的一个人 但有没有到感情部分的话 其实从排面上 杨杨会觉得说 这个讯息是偏比较少 然后同时呢 你们在前面 你在对于他想法 我们抽到的是权杖石的正位 那这边你 他连假这段期间 他有没有想见你的话 我们这边又抽到了权杖石的逆位 所以表示说 其实在你们的两人之间 这段关系的 这个所谓的连结的话 杨杨会觉得说 其实这个心中 灵魂的连结是偏比较少 甚至呢 会觉得说 你对于说 他真实的想法 或说你在对于说 这段感情 你真正的认知的话 其实比较符合 你们目前的现状 所以其实这个答案 会比较是 让你们的期待 会变得比较落空 甚至呢 会比较没有办法 符合到你们的期待 但是杨杨也还是要 必须让你们知道说 事实上在你们的 这段关系的话 对方他确实 想要见到你的程度 这个是偏比较少的 甚至他会觉得说 你们两人之间 比较多是属于那种 朋友之间的关系 但如果说你们 真的愿意跟他当好朋友的话 其实他会蛮开心的 但是如果说 你们只要多一点点 或说你们曾经有跟他告白过 或说你们有多一点点 展现出你对他有好感的话 其实他这个人本身 会给你一个 比较友善的回应 但是是答案 会让你们可能比较失望 或者说是比较失落的 这个结果 那接下来看到说 那就在廉价期间的话 他对于你的 这个感觉的变化 那首先我们来看到 就是唯一的一个正位牌 就是所谓 保健王牌的正位 那这边就表示说 其实对方 他在对于你们廉价 这段期间的话 他现在是有一个新的想法 或说他会有决定说 可能后面要采取一个 新的方式 或说可能是新的措施 就是说其实接下来 对方他这个新的想法的话 或说那种不一样的感觉 我们接下来看到 就是他的逆位牌的部分 那这表示说 其实这个人 他接下来的作为 或说可能接下来 再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的话 他会开始会采取说 比较是偏向逃避 或者是说可能会有点 保护他自己 或说可能会依照 他的想要做的方式 或说他自己做的形式 来去决定说 他想要怎么做 或说想要什么方式 来对待你们 所以接下来看到说 如果说在廉价段期间 你们很确定 你们没有跟他特别讲什么 或说你们可能 也真的没有做什么的话 那就比较说 其他在廉价段期间 他有认识到新的对象 或说可能他有新的暧昧的人 或说他可能跟他 原本所暧昧的人的话 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发展 那如果说 你们在廉价期间 你们可能真的对他 有说了什么 或说可能做了什么 或说你可能有po了什么文 有在名指案子 就是有在特别说他的话 那比如说他可能 对于说你们这个行为 或说你们可能这个动作 他会觉得没有 是没有备受你 就是尊重的 就是他会觉得说 他会就是没有在这段关系 他也没有特别投入什么 那或者是说 他也没有特别去期待说 你可以给予他什么样的 回馈或回应 那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对于他来说 他可能就会有点 不是那么舒服 所以接下来的话 他就会变成采取说 他会有一点 没有特别想要去见到你 甚至如果说 你之后想跟他做邀约 或说可能之后 你想要跟他 有一个发展 或说可能跟他相处的话 他可能都会尽可能的 跟你们保持一点距离 或说可能就没有想说 跟你们有一个进步的 这个发展的状况 或说机会 所以之后他可能会采取一些 比较是 以他自己为主 或说以他自己为重要 那这些他的措施 或说他接下来的举动的话 都不会让你们知道 甚至呢 他会用一种慢慢的方式 来去远离你们 就是他会开始去 就是说去破坏你们 可能对于说这段关系的期待 那他也不会 就是说他会想办法 不会去破坏你们 这段关系的一个基础 所以接下来的话 你们要特别留意 就是说可能这个人 他会采取一些比较 会让你 不是那么舒服的方式 或说比较 不是能够 你接受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接下来的话 你们可能就是心里 要有一些准备 那如果说是 稳定交往中的人的话 那其实你们也不用 太紧张说 可能会跟你们提分手 你们只要去稍微留意一下说 他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变 如果说他生活习惯有变的话 你们可能就要留意了 或者说他可能会 就是他可能密码有改 或者是说他平常 日常生活中的 这种的小细节习惯 他有改变了 或者说他的 比如说他有 不会让你看讯息 或者说他可能有去 删除掉他的 跟别人的聊天的内容 或者说他可能有去过度的 减少他手机里面的 资料的话 或是APP的话 你们要留意一下 这样就比较说 这个人他有鬼 好那这样的话呢 就以上选到 这一组排座的讯息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说对你有帮助 或说让你有所共鸣的话 请记得 按赞 留言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如果说有需要预约 个人付费占卜的话 在影片左上方 有洋洋的联系方式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